生活就像春天一样 美美的时候总是冷不丁的给人一个惊喜 你需要的是一点技巧 找对了方法 简单就是快乐 妙招其实都在生活里 用心就能省心 你也可以好好生活 美帝变平空调 一道中为妇女做的向心菜 一定要把这道菜做给我的爸爸妈妈吃 我们永远以你们为交 老年人脑梗干 如何预防 看到没有 碰到 好 测试通过 创牧晚年的秘诀是什么 快乐 高了 新年来挑战一下 更多幸福亮招 更多快乐分享 让我们一起好好生活 有更深的暂时 收获简单的快乐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这里是湖南美食为您推出的生活方略体验节目 美帝变平空调好好生活 现在的生活分团复杂会让我们无所失踪 如果你想像我们大家一样做一个快乐幸福简单的 做一个省时省钱省心省力的现代人的话 就一定记得要看 是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就是好好先生李锐 同样也要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 余恩泰 余恩泰 余恩泰好 大家好 美丽嘱咐清卫 大家好 音乐美食朝人 余恩泰好 好了 继续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好好生活家 文宇 嗨 大家好 我是文宇 欢迎你们 今天这道菜呢 是我爸爸妈妈都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 所以呢 要拿出来跟你分享 最近啊 因为工作特别忙的缘故啊 就是疏于陪伴他们 我心里觉得特别惦记 我相信电视机前 身为别人儿女的人啊 可能也会有我这样的一个自责 所以呢 只要我们一旦有时间 就多回家陪陪父母 哪怕呢 为他们做一道菜 也是我们爱的表达 对不对 其实说到这个 我觉得我这些年真的是做得不太好 但我今年终于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事情 就是把我父母接到北京 跟我一起过了一个年 然后我也是尽量的去陪他们 安排每天的行程 就在一起生活了十天以后 我把他们送上火车 在送他的时候 送我爸妈的时候 真的我其实那一刻我好想哭 不敢说再见 我说我如果要说那个再见 我眼泪哗啦就留下来了 真的是 好好好好的找时间 多陪陪父母 不要给自己找理由 这是你的机会 也是你的幸福 你想说有一天我能好好陪陪他 你还有机会吗 赶快去做 对 这是一期特别温暖的一个话题 我也不太说了 我再继续说下去 我也像那个惊味一样开始流泪了 没有菜就咸了 对 不用放盐了 我今天呢 我先把我父母特别喜欢吃的 还有就是鸡蛋 特别适合老人吃的菜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呢就叫西湖煎蛋 方法呢很简单 原料也很简单 只有菠菜和鸡蛋 你也可以做得到啊 好嘞 开始了 那好了 加油 温宜 温宜今天与您分享一道 专为父母做的营养菜 西湖煎蛋 鸡蛋与菠菜 两种简单食材 加上特别调制的西湖汁 会搭配出怎样的营养美味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温宜特别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用最简单的食材 最短的时间 然后能够做出最好吃的美味 对 为什么叫做西湖 西湖煎蛋 跟是杭州菜 就好几个西湖 肯定在西湖边上的餐馆学的呗 肯定嘛 那我的理解是 吃完以后就可以看见了西湖 西湖煎蛋 我一会告诉你好不好 温宜我想问一下 菠菜可以生吃吗 不好 最好不要生吃 我们吃菠菜 不管是你怎么去吃 是凉拌也好 是炒也好 还是像我们今天做这道菜的方法 菠菜一定要开始焯烫一下 水开了之后焯十秒钟的时间 菠菜里面那个柔酸才可以把它焯掉 吃起来才不会色色的 然后你看 这个叶子变软了 它就有营养了 叶子变软变绿了之后 就把它捞出来 然后放到冷水里面 这个说菠菜营养的一个专题片 说一群老年人 势力上衰退了 大概有个什么叶黄素的原因 对对对 他每天吃100克菠菜 坚持半年以上 它的那种营养成分会增加10% 势力得到改善 所以实际上吃菠菜对眼睛也是非常好 是真的吗 对啊 文医生在打蛋的时候 我就特别有一个问题想问文姨 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好像市面上有两种鸡蛋 但是我们可能接触最多的是 两种鸡蛋 一种是生鸡蛋 一种是食物鸡蛋 一种是羊鸡蛋 和一种是特别珍贵的土鸡蛋 我就特别想问文姨 就是说羊鸡蛋和土鸡蛋的营养价值 会不会有一些区别 我个人觉得它的口味上有一点点的差别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理原因 但是有很多的营养专家 他们前段时间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鸡蛋里面含有17种氨基酸 对不对 然后他们进行了对比 就普通的鸡蛋和羊鸡蛋 然后最后发现它的营养价值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是吗 但是我觉得就吃起来口感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土鸡蛋是特别香 而且非常的珍贵 吃这个心理的感受也不一样 因为每次我妈和我爸从老家过来的时候 都会很珍贵地给我带一筐土鸡蛋 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鸡蛋的口味怎么样 而是妈妈的那份心意 让你觉得比较温暖 所以显得这个鸡蛋就格外好吃 这个鸡蛋打完了之后 我刚刚放了一些浓浓的这个水溅粉 因为一会儿煎蛋的时候 这个鸡蛋会结水一下 另外呢用这个料酒 提前泡了一点点虾皮 放在这个鸡蛋液里面 虾皮呢有很多的营养 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 尤其对补钙特别有好处 吃虾皮对小孩和老人那个钙的吸收特别好 好比小虾 对 所以我们把它切碎点 放到这个蛋液里面来 这里面有什么 鸡蛋 鸡蛋 虾龙的水溅粉 小虾皮 虾皮 还放了一点点的盐 你是放了几个鸡蛋呢 我放了五个鸡蛋 放了五个鸡蛋 那就是比如说 像老年人的话 就是一天的时间吃几个鸡蛋比较好 老年人和孩子一样 一天的吃一到两个鸡蛋是比较好的 如果吃的太多的话 就是你们这个代谢功能 可能已经没有年轻人那么好了 会给他的身体造成一个负担 像年轻人 尤其是体力劳动者 或者脑力劳动者 吃两三个都没问题 好东西没有天天用的时候 鸡蛋要小心用 因为敲这个 前次刚才说过 明明说过 消化吸收度 自己的饮食习惯 还是要听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 就是 对对对 好 这个油已经烧热了 记得我们做这道菜 记得我们在家里 给爸爸妈妈做这道菜的时候 我建议你用这个不粘的平底锅 然后把锅烧热倒入油 把我们刚刚准备好的鸡蛋液倒进来 但是只到一半 每次这个时候我都会 把蛋倒进去之后 稍稍摇一下锅 让它成为一个圆形的饼状 注意美观 然后把我们刚刚 已经沥干水的菠菜 平铺进来 不用切的吗 切了 我刚刚改了一刀 把它切成了一半 短一点 对 但尽量把它给沥干 然后平铺进来 这菠菜的动画片 好像是那个大力水水 大力水水 吃菠菜 一吃菠菜就有力气了 力量就大了 是吧 给很给力 给力菜 我们这个菠菜放进来之后 拿铲子往下压一压它 让它跟鸡蛋液能够融合在一起 如果已经都贴紧了 然后我们再把另外的一半鸡蛋液倒进来 这个时候火要开得稍微大一点点 原来不是一起煎的 对 因为所有鸡蛋都倒进去 所以我们要剩一半的鸡蛋液吗 把这个鸡蛋液在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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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蛋饼一样的 蛋饼 好 快点 看到吧 快点 好 剂一下过程 又要剂 你到底以后看不看我们节目 剂一下步骤 这个时候要淋入一些水了 从这个边缘的地方 还要再加水 对 放完了水之后 记得盖盖子 盖了盖子 把你家里的火 尽可能地调到最小 然后把它烘两到三分钟的时间 实际上我们加一点点水 来烘这个鸡蛋 是让这个鸡蛋吃起来更加地软嫩 加了水之后 两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这个蛋已经烘好了 准备看一下 一二三 走 好香啊 还可以吧 好漂亮 鸡蛋和剥菜的香味了 蛋的披萨饼 有点小 有点小 蛋的披萨 然后给它切开 我把它都分开 然后切成块 我们要正方形的呢 还是要零形的呢 要椭圆形的 你来切好不好 你还是 很难 这样吧 我们就要三角形吧 三角形啊 五角形形的也行 对 小零形 你是我好文艺 好吧好吧 先凌乱形吧 别切了 我直接给我一条吃了 如果是我的话 我还有创新 其实我会在这个鸡蛋饼里边 会夹一个小纸条 然后让我妈一吃的时候 我突然拉出一纸条 上面写着 妈妈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太就没法吃了 就万一不小心 一口气吃下去了 没抓住来怎么办 对啊 好香啊 可以吃了吗 非常香吗 我先把这个煎蛋切好 然后呢 再教大家 怎么调这个西壶汁好不好 这到底是不是杭帮菜 杭帮菜 是因为在这道菜里呢 我们用了那个西壶醋鱼的那个汁的方法 来配合这个煎蛋 所以起名叫西壶煎蛋 那你看啊 水开了之后 我们放入切碎了这个姜末 然后煮一煮 这个时候呢 再调一些盐 我们再不管是你做西壶醋鱼也好 还是做我们这道西壶煎蛋也好 在熬汁的这一步环节 千万不能放油哦 一定不要放油哦 淋入米醋 小米醋 我们加了姜 加了盐 加了醋 还有酱油 最后呢 我加了一点点的糖 在通常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每次跟每次呢 口味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得尝一下 还有甜一点 做这道菜啊 大家记得 一定呢 是醋稍微多一点 就是酸味稍微多一点 然后糖呢 稍微淡一点 因为这个西壶汁里面 我们用到了很多的米醋嘛 在米醋配鸡蛋的时候 鸡蛋里面的那个蛋白质啊 就更容易被爸妈妈身体吸收 哦 然后呢 再淋入水淀粉 水淀粉 然后你盛起来一勺看 它是粘稠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把我们熬好的这个汁 淋在鸡蛋上面 打一点点的青葱 完成了 出品啊 来尝尝 来 开饭了 开饭了 我吃出了一种鱼的味道 从虾皮吃出鱼的味道 对对对 来 Peter 你吃饭的量 好像我爸爸 我觉得是 像不像你爸 像 好 谢谢 而且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会很适合父母吃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种酸酸的醋的感觉 它能够助消化 最重要 它没有放味精 这个对大人 还不如大人 小孩也好 油也要少少少 油也少是吧 少油少烟 免味精 不管是我们为爸爸妈妈做饭 还是我们享用爸爸妈妈做的饭 其实对于我们为人儿女的人来讲 都是一种爱的表达 是 对我来讲呢 我的爸妈呢 他们已经远走了 可是没关系 我可以做给孩子吃 做给孩子吃 那做给其他的爸爸妈妈吃 也是一种快乐 对 好吗 所以很激烈 其实我这个两个女的孩子 没有跟你说过 讨东西吃 很遗憾他们不会 我也挺伤感 虽然我呢 就因为以前像你们一样 年轻的时候 到处多么鸡宝 很忙 总是给自己找理由 不去看我的爸爸妈妈嘛 虽然我很爱他们 可是他们有时候走了 我想找他们也找不到了 可是到了今天 就就是到了我头上 我的儿子 我的小孩 他们也很忙 有的在加拿大 有的在台北 他们哪会做菜给我吃呢 能打个电话都很难 他太忙了 所以我在想就说 还是那句话 趁爸爸妈妈健康 这是我不信 要多打电话 多联络 有空就回家去看看 做点这个西湖煎蛋给他吃 如果我会每天做菜给你吃 但是呢 也希望Peter爸爸的孩子们 能够看到我们这期的节目 记得打电话给他 对 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怪我的孩子 父母只是希望 所有的孩子们 孩子们 你们要好好地干 健康 注意安全 我们永远以你们为骄傲 不做饭 不做菜 没关系 好好干 好好生活 做过你 所以我一个朋友 姚姆 就是演那个 《让死丹飞》当中的一个演员 他给我一次比较大的震撼 就是他在广东拍戏 他跟剧组要了一间套房 他把他年迈的爸爸 接到了身边 白天他出去拍戏 晚上回来陪爸爸聊天 喝红酒 那样很辛苦 但至少他们能住在一起 也就是每天能够生活在一起 那好了 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创造机会 面对面地去进行交流 跟父母 让他们在一起 有一种每天生活在一块的感觉 这才是亲人的感觉 可能经济条件上有高有低 但我相信 在一起才是最美好的 对 对 我一直在想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 这样的一个阶段 但是在你没有钱的时候 在你经济条件 不是特别充裕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 你陪妈妈去菜市场买菜 陪伴也是爱心的一种表达方式 另外呢 如果我们和父母分隔两地的话 每天十分钟的电话 是花不了多少钱的 对吗 我就特别希望看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如果你现在和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然后现在就拿起电话来 给爸爸妈妈打一个电话 然后明天你跟他约个时间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给妈妈来做一个这个西湖蒸大 对不对 不管做得好与不好 他们都会非常开心的 他们要再不来看我 对对 没事 他要再不来看我们 我们就回来看你了 好 抓你了 我吵不吵的 把电话给我吧 陈希 陈磊 作为儿女 我们对父母都应该尽到那份应尽的孝心 多抽一点时间陪伴他们 当然我也希望我身边能够有像Peter爸爸这样乐观的老人 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 对吧 我们刚刚聊了许多当晚辈子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父母 让我们家里的老人能够快乐幸福的度过晚年的生活 但其实就像Peter刚才所讲的一样 当老人的不要求我们为他们付出什么 到底给了他什么 最重要的是我们惦记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份心 没错 今天除了可爱的Peter之外 我们还为您请来了一个位非常非常快乐的老人 他把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出了不一样的精彩 有请鸡蛋老人李湘瑩 嗨老兄们 慢鸡蛋们 美帝变平空调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 没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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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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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都没有 看都 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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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好 测试通过 第二来挑战一下 你到我身边 在这微笑 哇 飘起来 飘起来 你们都是人生的 暂时 我 收获简单的快乐 今天除了可爱的Peter之外 我们还为您请来了一个位非常非常快乐的老人 他把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出了不一样的精彩 有请鸡蛋老人李湘瑩 老兄们 卖鸡蛋了 有要鸡蛋了吗 有 李湘瑩 来自山东的农民达人 有着多年卖鸡蛋的经验 因为其特色的吆喝声 人送鸡蛋大爷的称号 你是生活达人吗 你有得意的生活小妙招吗 手机编辑妙招内容 发送到1066-988-206 参与朵尾女性手机 时刻装扮你的美丽 短信互动 就有机会 或朵尾女性手机提供的 眼影系列手机 核心团临时发动 水晶数码相框 李大爷您好 你好 你好 欢迎您 他们一直都叫您鸡蛋大爷 为什么呀 因为我卖了很久的鸡蛋 说的时候我一招呼 小孩们就看下我来了 卖鸡蛋的李大爷来了 鸡蛋大爷来了 简单明了是吧 对 从那时候就 请了我一个鸡蛋大爷 您这嗓子可够棒的 而且这卖了这么多年鸡蛋 您对那个挑选鸡蛋 是不是特别有经验 我看准备我生活的经验 我总结了这么四点 你不信我就试试看 正好 我们今天准备了 一篮子鸡蛋 您在现场教教我们 怎么挑选好不好 可以 这一篮子鸡蛋 这鸡蛋里面 有好的鸡蛋 也有坏的鸡蛋 您按照您的方法 教教我们怎么挑呗 我现在就说四个字 摸 看 听 闻 这个摸 因为它手感是什么呢 它这个好的鸡蛋是沉甸甸的 坏的鸡蛋是四件长的 蒸发的水分 所以说它有点轻 这个是个坏蛋 那我这个呢 坏蛋 坏蛋 好的鸡蛋呢 它的皮光滑特别的鲜鲜 所以说像这个鸡蛋 红得这么可爱 亮晶晶的 这就是个好的鸡蛋 这个发颜色乌乌的 有这么乌乌拉几的 这肯定是个坏蛋 还有听 闻听的方法 这个鸡蛋 您觉得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先听一听 在说什么呢 在说什么 这个是个好蛋 好蛋 对 它说什么了 您判断它是个好蛋 它说我是好蛋 一听了没有那个水的晃动声音 要这么摇是吗 就在耳边 里面有声音呢 对 那里面会有个鸡说 我很热吗 那是毛蛋 还有闻 对 那好的鸡蛋是闻 它这个轻轻的哈一口气 闻的时候 有点点湿惠味 石灰味 这个坏的鸡蛋没有石灰味 坏的鸡蛋没有石灰味 是那个鸡蛋壳本身的那个味道 但是坏的这个最坏的程度的时候 还有一种臭味 那你咬着了 那是个臭蛋 我按照您刚刚说的那个方法 我找个坏蛋出来 对 就是看起来不够光泽 对吧 然后表面比较乌乌 颠起来比较轻 然后摇一摇 还有声音 再哈一口 我再哈口气 再哈一口 咬一口大蒜味 这是坏蛋是吧 对 这个就是您说的 选择这个蛋的方法 对不对 对 那您检查一下 如果确定的话 我现场就要打开给大家看了 咱先打开一个好蛋 看看它长什么样 行吗 行 来 您来 这是我们左边是好蛋 右边是坏蛋 桌子上的 这两栏 好蛋 好蛋 这个是好的 这个蛋黄比较完整 那这个坏蛋打开应该是什么样 我们选出来的这个不好的鸡蛋 打出来的蛋黄却散成一摊了 其实我在超市买鸡蛋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个挑鸡蛋的概念 今天真的长知识了 我想来试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来 我也来用这个四个方法 来 就是摸 闻 听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看 那首先我觉得看还是比较直观 这个应该不错 然后表面有光泽的 听 摇一摇 真的没有声音 对 然后再是摸一下感觉也还不错 沉不沉 沉沉的 嗨一口气 真的有一点点味道 就是那种 不是鸡蛋上面的 我看你哈过之后 文艺赶紧抖得远远的 肯定是有味的 不是第实味道 是实味味道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个鸡蛋 对对对对 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好鸡蛋 这个是好鸡蛋 我看一下啊 现场看一下 哇 真的很好 你看看 大爷这算好鸡蛋吗 对 这是好鸡蛋 鸡都比较好 这在市场上不行 如果你在市场上你挑鸡蛋 来我试一下 都给人打了肯定不行 其实我觉得大爷刚刚说那个看的那个方法就已经很好用了 不是 看是这样 它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 就对于这种水准呢 它不见得就很好用 有没有那种就很灵验的方法 然后还不把它打破 就能试验出好蛋坏蛋 好吧 我在家里倒是有一个检验方法 但是不适合在买鸡蛋的时候用 就是如果说这样子 我给你写 反正用用我们的杯子 我给你表演一下 把这两个杯子里倒上水 先少倒一点 然后我们这桌子上 这边是大爷刚刚教我们挑出来那个好的鸡蛋 这边是坏的那个鸡蛋 我们选一个鸡蛋 放到杯子里 鸡蛋会大了 然后再把这个坏的鸡蛋 放到这边的杯子里 然后你看 这真的是坏鸡蛋 我们再加一点水进来 我们刚才看到了 这个好蛋是沉在杯子底下 一直都没有动 对不对 来来来看看这个坏蛋 你要注意看了 这边是坏蛋 当我们往下面倒水的时候 这个鸡蛋如果不好的话 它会飘起来 飘起来 因为它很轻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鸡蛋还不是很糟糕 如果很糟的话 它会倒完水之后 浮在这个水面上 好 也就是说呢 这个好蛋的话 一定都会是浅泳的 如果是坏蛋的话 它就会到这个水面上来浮浅 有的时候还会洋泳 还会洋泳 好 谢谢 好的好的好的 学会了 谢谢 谢谢 学会了吧 谢谢 学会了 哎呦大姨你这太厉害了 怎么练呢这样 我这个卖了很久的鸡蛋 从这个世界生活中总结出来的 你一辈子就从小就卖鸡蛋吗 老板行是什么呀 我是对着到着的农民 中国地 对 到老了以后 我一看这个他家劳动 我就体力轻了 做小门了 对 老有所乐 对 是吧 这个老有所为 好 给家庭 这个减轻的生活福点 行 好 最重要 在乎钱 最重要的就是说什么的 最重要的就是说 大哥 你找个乐 对不对 对 你为什么鸡蛋卖得快呀 哎呦 我卖鸡蛋有个绝招 因为我好唱 今天来到这儿了 也让我们所有人都开心一下 给我们亮一首 好不好 亮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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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一首 对 我卖鸡蛋 我送给编绿一首歌 哎呦 我给大家唱一唱 哎 熊熊熊 那个山长 哎 那个聊天 哎 老喊我催起来吃 卖鸡蛋 哎 还有 穿过了 那个绿色的天影 来吃 在大街 前 哎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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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那个鸡蛋 满山 墨家 哎 我被叫的 对天 还要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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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 还要喊 每天那个芝麻 是快三了 哎呦 哎呦 好好好 哎 太棒了 看着大爷还会一边走 一边走台步 嗓门真高啊 大爷这歌里面还带着报价 鸡蛋卖得快了 是是是 我跟你说 二十里地之外的人都过来买鸡蛋了 这就是我的绝招 还有没有更高的 还有 还有比刚才那个还高的 对 来一个好不好 大爷这后两爪子 来了 不成 背不成 山大大那个 点点 再高点 哇 还要高 我还得高 山大大那个 海火小 和我和爷爷 帮主席领头 咱们大江山 帮主席领头 快来高了 走 走 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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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上 上 上 太棒了 来 十句不断 两个小时的掌声响起来 来 快去 太厉害了 看一下来 那个Peter是著名音乐人啊 评点一下评点 怎么样 评点一下 我先给他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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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耽误 我耽误 一个卖鸡蛋的一个大爷 声音能唱得这么高 嗯 真的 真的 人才吧 真是不简单啊 嗯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现在要你去当革新 还是继续卖鸡蛋 你要怎么学呢 哎呦 怎么说啊 我是个地道道的奴民 嗯 我这个 一卖鸡蛋 是我的这个 快活生活的一部分 我能够给这个 大众聊天 嗯 能给老伙伴们经常的谈些 对 能给大伙 探去 说一说 我咬着很充实 你得评点一下 那音乐 嗯 音乐 对音乐 我觉得他那声音好像有点无限的感觉 无限 刚才那个大 他后面他觉得声音高了一点 起了 他其实刚才刚起的音呢 是可以的 嗯 可是他又起高了两个调以后了 就高上加高 今天来挑战一下 音乐在哪里 你到我身边 你到我身边 带着微笑 带来我的烦恼 太乖 太乖 我的心中 早已有个他 我 现在我老是乐 我爱唱 唱得我很健康 生活给我带来了愉快 我觉得很充实 你们不用挂着我 安心你们的 做好你们的工作 为社会多做贡献 好啊 谢谢 我们同龄的各位老人们 也说一句话 同龄的老哥们们 咱们啊 不要认为咱老了老了 所以说心才有年轻 我们要动一动 人家生命在于运动 打打乒乓球啊 做个小妹妹啊 走江灿巷啊 如果说各位朋友们 你们要愿意的话 我们老哥带着你 咱们沿街卖鸡蛋去 对不对 咱们唱起来 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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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还有一个让你高兴的事 送给您美迪变米共产 太感谢您了 谢谢大爷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 您精彩的晚年生活 不仅是老年人 包括年轻人 我们同样都要学习 我们李相依大爷 这样快乐的心态 还有乐观的心态 我们好好生活 对不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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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大爷 我要想我爸妈的话 要像李大爷心情这么好的话 肯定身体也会特别好 当然 健康问题肯定不用愁 对不对 也不能这么说 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 然后他们的身体 总会有一些 大大小小的不适 对不对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马上就要去看医生 我的朋友安排 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嘞 欢迎大家 其实做儿女的 特别担心父母的健康 我们儿女能够预防 父母生各种各样的疾病 是最重要的 那我今天带来的 这样一个小的检测方法 就是针对那些 由脑梗塞隐患的 这些老年人 家里老年人如果 他如果有 比如说举不起筷子 眼前有时候会发黑 或者有时候流口水 或者是有很多 这样的症状的时候 就很有可能是脑梗塞了 而且脑梗塞特别容易发生 在刚刚说完觉 或者休息一段时间的时候 突然醒过来 发现有一些问题 是的 那么最重要的 就是要预防 简话少说 先来第一种 很简单 把手伸直往前放平 电视机前的您 也可以跟着试试看 把食指张开 食指张开 好 闭上眼睛 数十秒钟 十秒钟过去之后 再看一看 这个姿势有什么变化 我们便可以做出判断 好 十秒钟过去了 我们来看 假如我们的双手 还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而且手指头 它没有弯曲 这样就说明 这个检测通过了 就是身体没有 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身体上 出现有一些前兆 有这方面隐患的话 可能有一些 老年人这个时候 就会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手掌 它可能会弯曲 而且它会下垂 左右手都有可能 我们举个例子 是左手 这就有可能有 脑梗塞的前兆了 好 如果通过了 第一种检测的方法 我们还有第二种方法 还是把两个手往上伸 往前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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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手呢 要做出握球状 然后呢 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这很简单啊 保持一致啊 保持一致啊 然后速度由慢到快 假如在由慢到快的过程当中 一直没有紊乱 就说明你通过了这个测试 我没病 我没病 我没有病 我没有病 我们都会好 来 看谁 没有有问题的 看谁会有问题 看谁会有问题 假如我们之前没有一种情况 就是发现 是这样了 手指它不能保持一致 而且有快有慢 而且它开始 这样了 这个就是有可能 有线照 你有这种线照 我有点 鼻子老师应该没什么 鼻子老师 眼睛怎么了 但是眼睛 有一点点 第三个呢 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也好弯强 需要一个人来配合 我配合你 那文艺来配合我 好 你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你的食指 一会儿摸你的鼻子 一会儿摸我的食指 接下来我的手会开始动 然后会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如果您每次都能摸到 自己的鼻子和我的食指 说明你的问题 这好玩啊 你别那么高啊 好 OK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检测前照的 我没病的方法 你没有问题 我没有病 它本来一直在做菜 但是如果 你要是在公众场合做这个 一定会觉得你有病 我们拿这个来检测一下 我们的听味好不好 来 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味 三 二 一 开始 他在干嘛 我人有毛病吗 他真的不行 是你故意刁难人家 你在改变方向 再来 观众朋友 你来帮我做错 看我又没有刁难他 我真的没有刁难他 他真的 他没上 什么 那我们再来 好 看清楚 来 你开始 点他就对了 你看 你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因为录完下之后 马上要去体验休息 回家吃饶了 我这么困难吗 这样吗 来 来 提德老师 走了 还有 碰到了吗 碰到了 碰到了 都可以 好 测试通过 加油 你看 现在观众朋友们 通过前面三种方法 专家说了 可以检测出 70%的脑梗塞的前兆 并不是说所有的 但至少有70% 对 这个损缺菌已经很高了 那各位亲爱的朋友 如果在家里面 你和你的父母来玩这个游戏 可以增加相互间的情感 但如果真的发现 父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就希望了 你还是能够 就近的最快的时间 带着父母到医院 好好地检查一下 作为我们做儿女的人 你多抽一些时间 回家去陪伴父母 并且睁大眼睛 多花一点心思 随时关注父母的身体健康 一年带他们去做做体检 对健康也是一个保障 没错 其实有句话叫做 我们大家都会有老的那一天 然后就好像Peter一句话 今天特别打动我 就是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我在想 老五老以及人之老 除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自己的长辈之外 有时候邻居之间 朋友之间 他们的长辈 我觉得也应该去关心和爱护 是的 谢谢 谢谢恩太跟我分享这么好的 低定次点的一个方法 谢谢恩太 谢谢 作为儿女来讲 我们肯定要多花一些时间 去关照父母 当然我也特别真心地希望 老年人能够像Peter 或者像鸡蛋大爷那样 开开心心地 健健康康地 过他们每一天的日子 就好比说Peter吧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对 而且现在在录节目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结了亲呢 就我跟文艺一样 一起叫你一声干爹好 所以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对不对 来爸爸 给我们介绍一下 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 健康快乐的老人 对呀 你的快乐万年生活 是什么样的 在我的概念中 我没有万年这个字 你永远都是青年 因为我觉得 生命里面没有什么早晚这个事 想做什么就做 但是要合法 好 想唱什么您就唱 可是呢 不要扰民 对不对 对你开心的生活 对吧 夕阳非常很美 他只是接近黄昏而已 而且这老一辈的人 他们都很美 他们都很多生活 很有经验 各位老同志 向你们致敬 向你们问好 你们都是人生的战士 好 但是呢 我也呼吁 给你之前所有的年轻的 为人子女的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多抽时间 回家陪对父母 一定要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 和他们每天快乐的生活 好不好 是的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那在这一周当中 我们都会有任务了 对不对 回去做一个这个 西湖的这个鸡蛋 然后呢 再跟爸爸妈妈来玩 这样一个快乐的游戏 如果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还有那种呢 在生活当中 可以能够检测出来 可能老年人的 或者平常生活当中 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 病症的先兆的方法的话 也欢迎你呢 来拨打我的地方 我们来联系 可以编辑你的姓名 发送到10669588206 或者是呢 和我们的官网来联系 好吧 谢谢各位了 谢谢 同时呢 你在生活当中 不管遇到什么仇事 或者难事 都可以登陆我们的官网 然后给我们留言 我呢 和其他的朋友 一定会为你全力解决的 在此呢 也感谢金英王 对我们的支持 感谢美的变平空调 给我们的帮助 是的 感谢美的变平空调 还要感谢所有 在看我们节目 心中希望 我们永远在一起 好好生活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 因为你也可以 好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 祝大家生活幸福 祝大家快乐 有在书上看过 但书记实在上没做过 被你忽略的角落 点风扇马达 到底怎样惊喜 你不是无所不能吗 你也就看出来 你是装的 回家的欲望 林妈张之华 究竟说了什么 让唯一现场 失控落泪 更多智慧亮招 更多快乐分享 你也可以 好好生活 好好生活 我们要正方型的呢 还要零型的呢 要椭圆型的 你来切好不好 这样吧 我们就要三角 三角型啊 五角星型的也是 要零型 老兄们 卖西大了 全球 丝丝 晒 晒 晒 我也来 我们要谁 我们找上 好 好 我 努力 谢谢 加油